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二德臺氧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臺《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臺正香煲和三臺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評經濟 反眼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這次就想和大家說說台積電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如果有留意美國新聞的網友 相信都知道了 拜登政府就很肯花錢 將這個晶片供應鏈 保持一個能夠可以競爭的水平 競爭主要就是和中國的競爭 也都希望多些廠可以去美國設廠 正是因為這樣 美國政府肯給錢 自然有公司肯賺錢 英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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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 爭奪這份代工服務 好 哦 修鐵沒有人耕? 耕開有人搶 沒錯 它現在宣布會花大約200億美元 在夏里桑拿州設廠 而且會興建兩座7納米製程的晶圓代工廠 相信在2024年就可以投入生產 這麼快? 同一時間 台積電也答應了美國政府會在美國設廠 剛好 當它可以投產的時候 正正和台積電差不多時間 兩家大廠一起做同樣的工作 很明顯就是會造成一種激烈競爭 訂單呢 相信兩家廠要平分 但是有沒有這麼容易呢? 就是 有沒有這麼容易呢? 據我所知 台積電這些代工廠都是很嚴密的 沒錯 一般你熟的做開才行的 就是主要是那種經驗積累在這裡 英特爾呢? 就沒有做過這些代工服務的 但是它是這麼花這麼多錢 相信它們那個野心 都是非常之大的 在這樣出現一個 這樣的惡性競爭的情況下 連台積電的創始人 兼首席執行官張宗謀 也忍不住出來 笑你美國英特爾 你做我做代工 你又做代工 你想做啊? 你根本很難跟我競爭的 我們的台積電 無論是企業、人才 和成熟製程的優勢 足足領先全球半導體五年 我們面對的對手是什麼? 中心國際 中國大陸的中心國際 韓國的三星 現在加多一個美國的英特爾 三面夾擊 老實說 近年 根本沒有一家半導體企業 能夠和我們台積電商提評論的 這麼囂張 那它是講事實 見你多隻鄉勞多隻鬼 現在不騙你怎麼行呢? 是嗎? 是呀 可能他們是這麼做事 如果另一個說法 如果一個有體面的說法 就是有競爭才有進步 沒有所謂 但是暗中打壓 通常應該是這麼說的 但是這個操作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如果正常來說 沒有所謂 別人開廠就開廠 那樣說 沒錯 不單止現在出現一種 訂單分食的現象 在美國 連在英特爾的台灣分公司 這位銷售執行經理 汪介衛也說過 為了解決這個芯片供應需求 英特爾除了增加自己的產能之外 也會和全球的半導體公司一同合作 包括和台積電有關一系列的合作方案 在未來也會繼續在台灣投資 有一件事 目前英特爾委託給台積電代工的芯片 由CPU做GPU 對台積電高階製程的產能需求 越來越強勁 而且將會進一步推升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和它的擴充規模 相關的設廠 也將會成為英特爾新戰略底下最大的受惠者 英特爾想扭轉對台積電的依賴 根本是非常非常難的 過往很多的產品都是找台積電代工的 你現在要自己做 你現在要自己做不是不行 但是你同一個這麼有經驗規模 又相當之大的 可以說得是 全世界台積電 老實說 在代工服務裏面 台積電是世界第一的了 二 英特爾 你以前都是找他做事的 而你現在又想自己做一份 是不是有點而大上頭呢 是不是有點而難以競爭呢 那這件事就是 剛才老總張忠謀所批評 你們英特爾為什麼 要這樣搖搖搖搖 我認為是這樣的 英特爾這樣做呢 相信都是 呼應美國那個 目前現在那個 要將這個 芯片供應鏈 本土化 這個 趨勢的 其實 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之前拜登 他都開過一個 武林大會 叫了那些人過來 聊一聊 那相信是 他叫英特爾做些事 所以這樣做 會不會呢 這個都有可能的 始終都是將一些工 有一件事 對拜登政府有好處就是 英特爾開廠 也就是提供了就業機會 也就是呼應 拜登政府的要求 拜登政府就變得 我做到事 真的有開了一些廠的 有工作機會的 也都是補就業的一環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英特爾 要這樣新開一間廠 能夠跟台積電競爭呢? 其實台積電 都說了 會在美國設廠 但是 現在就有一個風險 就是會造成一個惡性競爭 你本來就是我的客人 誰不知我客人 現在自己去開一間廠 自己做完 那算怎樣呢? 但是對於美國大政來講 我為什麼 他們永遠都不會相信 他們相信是競爭的 美國人來講 我為什麼要被你捏著我呢? 他們來講是不會讓你這樣做的 為什麼會導致連這位張忠謀 都是很大年紀 89歲的了 他真是大半世人 都是貢獻在這個半導體行業的 英特爾 當時可以說是 主導著全球的半導體市場 但是呢 現在就取少英特爾 很少考慮到芯片製造的盈利前景 另外他也分享了 台積電為什麼在近幾年 能夠在這個行業成為領頭羊的關鍵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 他們有很多專門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而且很多都是由台灣人 擔任一些管理的職位 便利的運輸網絡 和能夠將數千多數千名的工程師 有效地分配在全國不同的製造中心 而這種管理呢 只能夠以經驗累積 而是很難由其他公司複製得到的 這一方面 在台積電工作的工程師 一般他們在台灣 那個薪金都是非常之高的 他們的生活一般都是非常之富裕 也都是很願意長期的 在台積電工作的 在現今這個社會 人才互相掠奪的情況下 這一方面 現在英特爾又拆著腳 會不會又出現新一輪的人才爭奪戰呢 這件事我相信是必定會出現的 而且是必然會出現的 出現一種人才爭奪戰的話 意思就是生產成本也將會大家一起推高了 所以張忠華這次這樣跳出來這樣說 我個人認為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當他講到這個芯片生產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就說最擔心不是英特爾 最擔心的是來自韓國的三星 三星他們的企業人化 背後人才和他們在製造的優勢 從來都是追著台積電來打的 是一位非常之強勁的競爭對手 美國目前這個拜登政府 就為國內的半導體企業提供補貼 提供補貼 短期是可以幫助到一些高成本的投資的 但是他也警告過不要忘記中國 中國在半導體方面至少落後了五年 目前雖然未有資格和台灣能夠匹敵 落後那麼多 但是中國也很大可能是一匹 就是後來居上的黑碼來的 那麼講開芯片 芯片一般就需要用這個荷蘭ASML的光刻機 來生產這些晶片的 而這個光刻機是所有生產晶片的必須品來的 它主要都是賣給台積電 如果缺少這些光刻機的話 台積電就無法生產這些晶片的了 所以這個荷蘭ASML在光刻機市場 可以說是有這個領導的地位 好像全世界是不是只有它一間生產這些光刻機 只有它一間 所以其實中國說想買都是買不到的 買不到的 應該說是得它這一間是最先進的 不是只有它一間 是得它一間是最為先進的 世界上每一家工廠 都是跟它拿貨 拿它那些光刻機 在這樣的情況下 目前現在中美貿易戰家劇 會不會迫使這間 荷蘭ASML這間公司 要它做出一些犧牲呢 就是不跟中國做生意 只能夠跟美國做生意呢 美國會不會用一些政治力量 會不會用來迫使它們這樣做呢 這個不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目前美國政府 是非常支持台積電在美國設廠的 較早前也批評過 台積電很可能 有向中國的解放軍 供應晶片的 有些這樣的聲音也好 美國也有專人 派一個代表團去 去台灣見到台積電的領導人 也可以看到 台積電目前在全球的領導地位 是不容忽視的 特別是美國總統現在 它這個2.25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 半導體將會提振美國 在這個行業上非常之重要的 荷蘭的ASML 會不會跟著美國的走呢 跟著美國呢 即是會配合美國呢 因為它生產的光刻機 也是主導著 中國的半導體芯片的發展 中芯國際到目前 也很需要獲得 從這個荷蘭的ASML 獲得最新的極紫外光刻機 從它拿到它的機 才能夠實現 超越美國的遠景 以目前來看 這家荷蘭的ASML 就相未表態 同時也會繼續出貨給中國的市場 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Peter Winnick 就堅定地說明 全公司 預計全年的銷售增長會多30% 遠遠高於一月份的時候月差10% 他另外也強調 增加增長提高的原因 主要因為 來自中國客戶訂單明顯增加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加劇 很多人對美國被美國制裁的恐懼 就目前跟三具前備 就已經可以看到 ASML的產品組合 是細分市場的需求 有顯著增長的趨勢 除了公司的硬件有需求 中國的客戶連他們的軟件都買賣 更加有助他們公司的提高利潤 面對中美抉擇的問題 他就沒有說明選擇哪一邊 作為做生意的 當然是 有得做就做 管理他們是甚麼國家 但是現在中美在地緣政治 那麼緊張的關係 但是可能將來真的有需要二選一 那麼去到最後 說到最後了 ASML在中國市場的訂單 從今年一月份開始計算 發貨量已經達6億歐元 都是呀 非中國 對這間公司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客戶來的 至於台積電老總張忠謀呢 是不是真的正如他所說 可以展平英特爾呢 大家拭目以待 等到將來英特爾 建好一間廠 看看大家是否真的 能不能夠和台積電競爭 我相信台積電始終都是有一個 經驗累積和人材優勢在背後的 你說要將一間老店輕易打敗 這個是沒有甚麼可能 反而韓國的三星 可能正如他所說 三星才是目前 這個生產芯片的最大對手 至於中國 目前還是落後了五年時間 所以暫時都可以 不需要太在意 不過中國在這方面的投資 不少得過美國 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去追趕的 所以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 在未來幾年 將會見到 越來越極廉 到最後 好處是誰呢 當然是我們的消費者 希望是這樣 多一點競爭都是好的 是不是 這個想法也是 拜登他們一向都是這樣想的 多有競爭 才有進步 才有好處 是啊 我沒有所謂 電腦芯片 汽車芯片 手機芯片 哪間公司生產都沒什麼所謂 總之快就可以了 是不是 處理得快 電腦最重要快 就是這樣 我就最想要的 最想追求的東西 你哪間廠挂鬼市 那好吧 這節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次回來講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